佛陀的渡上奔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心花海这样的节目 最近我在念战佛记 在背战佛记的时候 一边开车一边在送这一段 佛身清净世流离 佛面犹如满月灰 佛在世间能就苦 佛心无处不慈悲 其实在送战佛记的时候 我自己非常的感恩 也很感动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还需要很精进的用功 不断的用功 就像孔子说的 学而实习之不义岳夫 同时在送这样的一个战绩的时候 也去感受到 赞叹佛陀的这个语言 怎么样应用在日常的生活上 今天我们也继续地用一个禅的意境 禅式的意境来插花 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那这个花器呢 我今天用了两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 像平行线一样的花形 那这个花器如果不是因为 我们需要转盘的关系 可以用两个都是长的 那把它拉开一点点 那效果会更好 那我应用了禅师呢 他的诗说呢 永日萧兰座 他说整天呢 非常宁静地坐在树下 然后呢 成心万绿亡 他说心很沉静很清晨呢 所有的忧虑都没有了 都消失了 他说呢 一言一言不及 临下好商量 那他说 有时候想要说一些话 或去表达一些事情 但是都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来细数 那就干脆坐在树荫下 树林下 或者在很清静的临近中呢 让自己呢 身心很自在的感觉 让任何事情 好像也在不知不觉中迎任而解 那我用这样的一个意境 那结合我们今天的花艺 那首先呢 我把这个花器呢 放了两个件衫 那我们呢 今天呢 用的这个花呢 我们让它是 两个比较都是靠近一点的 有时候我们会 左右两边的一种对称的感觉 但是今天呢 我使用的这个插花的方式呢 让它两个件衫 然后就有两个花器 让这样件衫是合而为一的 所以可以有各种的应用方式 我们也可以左右用 那现在几乎是这个部分的 让左右两边流出水面空间 那这样的插花的方式呢 也是一种尝试 那我们今天用的花财呢 我们看到这个 是大叶染人的叶 那大叶染人呢 这个花财呢 这个树呢 长得非常的高 一般来讲都很高 好 那现在是春天 所以它刚刚发心芽 大叶染人呢 大叶染人呢 也是一种观赏价值很高的一个花财 每次我们坐捷运呢 然后到了天母明德一带 就是到了建坛以后 沿路上就会看到好多的大叶染人 尤其是秋冬的时候 那做捷运经过的时候 就觉得那个大叶染人的颜色 非常的美 那在做捷运的时候 刚好到那个地方出来了 出来可以看到外面大自然的感觉 那看到大叶染人的颜色呢 那会觉得 随着季节会有不同的一种表现 像现在是春天呢 这个大叶染人的叶子还小小叶的 然后到了夏天 它就慢慢长得长大片 变成比较大叶一点 就有点像小小的扇子一样 然后到了秋冬呢 整个大叶染人的叶子呢 就开始变色了 那颜色是非常的美 有时候在冬天或者是秋天呢 阳光比较好的时候呢 我常常在大叶染人的树下散步 然后欣赏那个整个阳光 透在那个染人叶上 那种色彩的一种美感 他就会觉得那个已经是 很棒的一种欣赏秋天的叶子的感觉 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的姻缘 可以出去赏风 但是呢 光在树下赏这个大叶染人的叶子呢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了 好那我把这个大叶染人的叶子呢 做成高高低低的 浅浅浅浅的城市 虽然这个叶子 它有一些的破叶跟虫咬叶 因为呢 其实呢 这个叶子呢 很多的毛毛虫很喜欢吃 常常在秋冬 在这个染人叶下散步呢 就会发觉 它的叶子都是很多的 破破的破破的叶子 那现在虽然才是春末而已 但是呢 可能是在精子以后呢 就很多的小小虫出来了 那就开始吃这个大叶染人的叶子 虽然说感觉上好像 叶子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是我们也在这中间看到生命的一种残缺 那有时候呢 我们知道 俗话说 瓜无果言 那人无实权 那我们在看叶子的时候 也会感受到 叶子不尽完美 就像我们的人生 有没有办法是 事事都如意的 那有一些挫折困难 还是要欢喜的当下承担 那接下来 我们看到的这个花材呢 它是台湾原生种的明子百合 那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花材 然后这个花材呢 它会开这样小小的花 在这个叶子的下段 像小铃铛一样 非常的可爱 这一支有 这一支有 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小铃铛的感觉 但是这个花材呢 是自然衍生的 然后它花开过之后呢 就会结小小的果实出来 那我把它 稍微的 用一些这个叶子来加强 这个树林下的感觉 让它应用这个 明子百合的这个叶子呢 做成好像树荫下 所以我们在插画的时候 怎么样去经营那个空间 让它感觉有点树下的感觉 好 然后这一支也很美 我把它剪下来 分成两段应用 虽然这个明子百合 它不是什么样的一个明花 可是呢 能够插到这个明子百合呢 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因为这种花材 有时候不是常常可以有机会 可以插到的 它花式有时候也不容易买到 那昨天刚好一个我的学生 从桃园过来看我 然后帮我送一些东西过来 然后呢 他就帮我带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山上的 他妈妈母亲 住的这个山上 有了这个明子百合 然后他说呢 他每次在剪这些植物的时候 都会很用心的去 去保存它 去善用它 尽量以酥脂的方式 那不会去伤到植物 原生植物的一种生命 好 那我把这个明子百合 做成一种很深邃的一个 灵印中的感觉 好 这边还有明子百合 我再加一点点 好 那各位可以 现在可以欣赏到 它的花 小花 小白花的感觉 好 我把它这一段用下来 好 它的叶子很特别 就是这样子的反叶下来 好 那这样子下来的感觉 刚好可以做很多 回旋的一种空间的美 好 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 使用空间 占有空间 运用空间 好 那这个明子百合 刚好很具有这一方面的一种 美感跟特色 好 再把它加一下下 这一朵有花的呢 然后我把它用上去 它这个叶子呢 感觉上有一点点 虽然不是像竹叶 可是有一点点竹叶的味道 感觉很特别 好 那我印用这个明子百合 虽然可能会感觉到 它好像很优穗的森林中的感觉 不过呢 不过呢 用起来的层次感跟那个深邃感是很好的 好 那我在这个下段的部分呢 我来加一点点有颜色的花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使用的这个花 好 这个花叫做红灯笼 好 红灯笼 好 那这个花呢 它的特色呢 是 叶子不是很稀碎 但是呢 它的花朵呢 蛮可爱的 像个小小的灯笼 那它向下垂的感觉 也很美 那虽然是 虽然是红色的 不过 我觉得它有一种很低垂 然后很谦虚的感觉 所以我今天 主要的花材呢 应用它来表现 好像那个坐在树下 然后人很放松的感觉 这个花呢 是盆景的 也就是它不是切花 是盆景的 它因为 开了红色的小花很可爱 我前两天 特别看到这样的花 我想我的母亲一定会很喜欢 所以特别买了一盆回去 让掉在家里 让我的妈妈可以欣赏 这样子 很可爱很特别的花 因为老人家 我们不要觉得说 他好像不喜欢花 其实我的祖母 跟我的妈妈 每次我只要买花回去 送给他们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所以 我大概在两周之前 特别买了一盆的这样红灯笼 挂在家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用了一点点 这样的红灯笼插在里面 它有一点像那个鸟类 或者一些鹤啊 栖息在临终的感觉 那在这个下段的部分呢 我再用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死车菊 那各位爱花的朋友也可以欣赏一下 这是我们称它为死车菊 非常可爱的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当它刚开始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慢慢的 这样的话大概三天以后它就会开了 我把它插在这个作品里面 那我常常感觉很多的花草植物呢 它真的很像那个 栖息在林中的这些仙鹤一样 像月桃也是 月桃刚刚开始在春天的时候呢 它含包的时候下垂 就像那个鹤的形状 栖息在山林中 那我用这个死车菊 可以看到这一堆已经开出来 一点开出来一些了 那这个花看起来很纤细很柔软 除非是它真的太软了 我们才加铁丝 否则的话它很自然的 这个形状是很美的 我们就不要用铁丝去破坏它 我让它跟这个 红灯笼的花呢 红白相间 那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个死车菊 这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从侧面看一下这个死车菊 真的是 好像那个芭蕾舞群的样子 很美 尤其是这种比较大朵一点的 像那个芭蕾舞的那个舞群的感觉 好那我们再加一朵上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淋印间呢 好把它剪短一些些 那我们刚刚在欣赏禅诗的诗呢 他说永日萧然座 然后 成心万绿亡 就是说当心清静的时候呢 所有的忧虑都没有了 所以记得在读六祖坛经的时候呢 他说呢 有想就是痴心 那没有想就是涅槃 所以一个人能够很诚心 很清静的心 就好像进入涅槃一样 那记得 不知道哪个禅师也曾经说过 就是他说呢 道不假外求 但只是最重要就是 不要有太多的 自己很多的思维 我们不一定要到处去求道 但是呢 内心的清静跟宁静感呢 是必须要有的 那我们藉由在插作一件 这样的一个禅的意境中呢 我们也仿观到日常生活中 那今天呢 我们所插的这个作品呢 是应用禅 禅师的意境 来斜景 那在斜景的这个作品中呢 也有心像 所以可以是心像斜景 或者是插成斜景心像的样子 那我们再插作一件这样的作品 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来加一点点的配件 譬如说呢 今天呢 我选用一块这样很平的这个胎石 那这个胎石上呢 我放了 准备了两个这样子的太极 好像有人在这个大自然中呢 非常舒服的打太极拳 那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在时尚打太极拳 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行径 或者精醒在大自然中呢 其实就是一种身体的一种放松 跟整个宇宙自然呢 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感觉 好那再插完一个这样绿意昂然的一个作品呢 好像无情中也吸收到很多的负离子跟粉朵精 所以其实插花呢 我们在剪枝的时候呢 都会感觉它有好像有很好的能量 就好像有那个精油 能够让你吸收到 那也期待这样的作品 能够让你赏心悦目 那也能够让你有正面的一个能量 那也能够让你感觉到 那也是能够让你感觉到 能够让你剩毛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那里的灵状上 或者我们在那里的东西 就像你一样的一样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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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克力 你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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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我往里的产生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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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那接下来呢 我们用一个这样子很可爱的一个陶制的篮子来插座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中国古民间呢 是很少有特别的像这样子来做画器的 那这样的一个陶篮呢 小陶篮呢 不晓得它在运用的时候 是用在什么时候 怎么运用它的 不过呢 我把它放在后花园庆了很多的这个胎 所以它自然的那个色彩跟那个青苔两个之间 就是有一点点红绿交件的感觉 那这个都是属于低温桃 那低温桃就是它会比较 有时候会比较不容易 把水保留的很好 会让有点会沁水下来 不过这个花气呢 还蛮好的 就是说它本身的那个密度还算好 那今天我们要使用的这个花材呢 其实也很特别呢 它是小花黄蝉 小花黄蝉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小花黄蝉 我自己也种了很多的大花黄蝉 它是不开花 花开是不结果的 就是花开得很美 但是呢不太结果 那这个小花黄蝉呢 它开出来的花小小一朵 但是会结果 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 它结的果是赤果 有赤的这种果实 然后它会爆裂开来 所以它可以做很好的一种自然的一个繁殖 好那我们今天用这个小花黄蝉呢 来擦坐在这样的一个 陶制的低温陶的这个蓝里面 那接下来呢 我让它是往前擦的 然后我接下来呢 因为前两天呢 我的一个学生呢 送来了好多这个小花黄蝉 我觉得它真的很特别 但是它是慢腾性的植物 所以呢 在擦的时候是比较不好擦的 因为用力会比较不好用力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地把它擦起来 所以自然界中哦 每一种植物都是很特别的 好那我用了这样的两只的小花黄蝉 然后再加上一只这样的小花 做下段的部分 如果说呢 您很喜欢很清雅感觉的一个花呢 其实这件作品呢 它少少的就可以了 但是在下段我给它加一点点的叶子 好这个叶子呢 我用一点点的铁丝 好把它稍微调一下下 好让它这个叶子的这个地方呢 好用一下铁丝 好把它弯一下 上一下 好稍微折一下下 因为这个叶子呢 它太 它比较比较直 因为是刚刚长出来的新叶 所以它比较直 好那我把它加一下下段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之所以呢 让这个小花黄蝉的叶子很少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它这个叶子本身的吸水性并不是很好 不过据说小花黄蝉花它有围毒 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您擦过它之后呢 您要吃东西的话一定要洗过手 不要随便的擦过花之后呢 就拿起东西就吃 还是要注意有些植物本身它有围毒 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药草都是 很多的花草植物它都是药草 如果说你很喜欢很轻雅的 而且是一种单一的花材的插作的话 这样的作品呢 它就已经是很棒了 那很有味道 而且让人家感觉很民间的感觉 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作品旁边呢 我要再加一点点的这个制纸花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几朵这样子的制纸花 这个时候制纸花呢 结石累累的 所以呢 我们用一点点制纸花来做它的这个 从它旁边的这个补汁 然后把美丽的这个制纸花呢 做它的主花的部分 让这件作品呢 感觉更有力量的感觉 好我们试试看 好 这一支呢 我们把它试一下 因为刚刚我把黄蝉的叶子拿掉之后呢 就会发觉这个黄蝉呢 它下段的利益的感觉不够 好 那我们用一点点刚刚好 这个时候 刚刚好 陪蕾满满的这个制纸花来做它的主花的部分 好 那再加一朵 好 那我把这个制纸花呢 加在侧面的地方 那来增加它下段的这个饱满的感觉 好 那除了这个 这一支主要的制纸花部分呢 我在侧面的地方 我再加另外一朵 那我在擦这个制纸花的时候 就觉得哇 好香哦 所以香草植物呢 也是令人感觉很喜悦的 好 我在侧面的地方 再加一朵的这个制纸花 它制纸花的香味呢 有种甜甜的香味 让人家闻了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作品 虽然很简单 那我们有一点点直立的花形 微微的倾斜 那花财很简单 都是感觉很接近 我们这片土地的这种 小花黄蝉 跟小朵的这个制纸花来插座 那香花呢 令人是满怀欢喜的 那也期待这样的 很干净洁净的制纸花呢 能够让你也觉得身心清静 内在芬芳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护化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 阿弥陀佛 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 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 离开痛苦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佛像 把经文 把咒语 印在 帆布上 磕在石头上 随风飘 风吹到哪里 三二道的众生就离苦 风吹到哪里 这里面就是三宝的加持力 当地就可以消灾元寿 就可以圆满 就可以满怨 所以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 大量免费的制造 很多经凡 咒语 佛像 到处送给人家 挂在车上 挂在山上 挂在任何地方 让佛陀的教法 大慈大悲 弘扬在全世界 让这个世界 小灾难 所以大家 多打电话来 我们就把凡奇寄给你 也多护持印经协会 这个大量制造三宝 风马旗的功德 佛弥陀佛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明镜月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千万倍 生命电视 云宁观音讲堂 举办公颂普门品 大悲惨 即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日期7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 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八点半 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念定光如来 持灾除罪四十节 明静月 释迦牟尼佛书胜功德日 扇刑与恶行 呈九千兆备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梁皇宝产 孝卿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共同组法 日期8月9日星期一 至8月12日星期四 上午八点半开始 中峰三十系列 超度法会 日期8月13日星期五 上午八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